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节目中华料理,我是牛肉 今天我们吃一道很火辣的菜啊 爱的人很爱,恨的人一口都吃不下去 老板,火又来了 这鸡蒸多少钱?17是吧 好嘞 鸡蒸啊,就是鸡的鸡味 鸡肉的鸡啊,鸡味 然后它有着非常发达的鸡肉臂,吃起来口感非常的脆嫩 而且它这个里边会有一层硬的角质膜 那个就是中药鸡内筋 好,那今天这道菜就是爆炒鸡蒸 处理干净的鸡蒸啊,上面有层这个白膜 你可以切掉也可以不用切 其实这个不影响什么,但是煮久了口感会很差,咬不动 鸡蒸先分成合适的块 然后刀下深一点,不要切断 切完换个方向继续 切到第二或第三刀的时候切断 去白膜的方法也很简单 反过来贴刀片掉就行了 泡椒切成小粒 红泡椒剁碎 二斤条辣椒小米辣千粒备用 先刀切点葱片 然后是姜片 香菜杆切断 切好的鸡蒸里加盐 料酒 干裂粉 抓匀腌制五分钟 这道菜你可别嫌疑它配料多 做出来是真的好吃 油油五成热,下入鸡蒸炒散 炒到它完全的开花 炒好的鸡蒸要先给它捞出去再去炒料头 不然等会儿料头香了它就老了 锅油底油下入葱,姜,辣椒炒香 然后是泡椒,甜豆干酱 炒酱然后用小火 等酱炒香炒出红油 咱们给它转成大火,下入鸡蒸 鸡蒸下锅翻炒两下就可以调味了 先调入糖 然后是鸡精,料酒 少来一点生抽 调完味快速翻匀 然后下入香菜段 翻炒出香味 淋入烧起的醋 可以让整道菜的口味更加的丰富 鸡蒸之前就已经炒熟了 回锅之后全程大火 过火了可就不好吃了 这道菜闻起来就非常的有事与 虽然我现在鼻子不通啊 但是真的绝了 来尝尝看啊 哇,非常的醋耶 一下就涌上来了这个辣味 哇 辣味现在已经充满了我整个的口腔 它不是那种非常燥的辣 还好很润的辣 我现在已经出汗了 辣味中呢有一点点的微酸 微酸里面又透露着这个香菜的清香 这个味道特别的神奇 很多层 这一菜下酒真是绝了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吃香菜的话 可以把这个香菜给换成 比较嫩的那种芹菜 也是可以的 鸡蒸回锅之后 整道菜炒制的时间 大概就是两到三分钟这样子 下锅调味儿 调味儿就出来 好啦,这一期视频 大家们倒点喜欢我的菜 记得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